那日本呢 就是说几百年就被压制 而且是赢了 日本如果赢了 就是俄罗斯输了 迟早输了 输了就是现在的日本状况 中国的儒家思想 把中国变成一个守护者 受害者 仁德思想 把中国教育成了 不上赌桌 不上擂台 不参与你们这种斗殴 扩张 其实不上我就说了 道家思想 你如果不想失败 怎么办 你只要不成功 永远不会有失败 对吧 你只要不上那个赌桌 你就永远不会败 对吧 他想怎么拿走你的地盘 拿走你的一切 不可能了 你从来不上这个赌桌 你不参与赌博 这就是我说 中国就变成一个高手 永远不会失败 为什么中国永远不会失败 我从来不赌我这国运 高级不高级 这才是大智慧 我今天跟你讲的是 真是大智慧 中国古人的智慧 我永远不赌这个国运 对吧 不靠 不靠什么 偷机取巧 不靠偷机取巧 去获这种力 这种东西得到了以后 是好是坏 还不一定的 很可能 就像日本似的 对吧 国运一堵上最后 别的国家都有原子弹了 日本现在呢 连武装力量都得听美国的 这就不是一个正常国家 日本就完全被阳割了 你想 这个国运 跟他当年的初衷 能一样吗 一个国家被阳割了 你想 嗯